1月16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道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 台湾公园院宣布禁止内部员工 使用华为手机和电脑 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 第二 福建省长宣布在2019年将积极推进 通水 通电 通桥 通气等新自通 想要了解一下大陆的态度 马晓光 第一个问题 对于这类出于政治目的 破坏两岸正常经贸合作的做法 我们坚决反对 它不仅损害大陆企业的利益 也严重损害台湾消费者的利益 这种做法迎合外国某些势力 刚当外人的棋子是不得人心的 第二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日的重要讲话中 从亲望亲好 中国人要帮中国人的亲情善意出发 提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促进台湾同胞扶植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提出两岸要应通进通 并且提出可以率先实现 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福建省方面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将积极推进有关工作 有记者问道 蔡英文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而且她希望岛内其他人也不要承认九二共识 她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请问你对此有个看法 马小光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 表明双方在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进程中 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一国两制是实践国家统一后的制度安排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故意将二者混为一谈 是刻意误导台湾民众 两岸关系好台湾同胞才会好 但是对于那些开历史倒车 大型逆施的人和势力来说 两岸关系好他们的日子就不一定好过 因此他们肆意否定九二共识污蔑一国两制 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分裂立场 进一步暴露了他们企图通过双高两岸对抗和敌意来 破坏两岸关系 谋取个人私利的目的 相信两岸同胞特别是广大台湾同胞不会上当 有记者问道 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参加活动时旺称说 每年中国大陆有两三百万人自抚台 其中有人会利用江流活动为掩护 自探或者收集情报 2018年以来台湾有关部门以危害安全为由抓了174人 其中就有六克 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马小光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编造 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阻挠和破坏两岸正常的交流往来 恐吓台湾民众 伤高两岸对抗 煽动两岸敌意 这种恶劣行径不得人心 也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道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后 美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称 美方拒绝接受武力恐吓台湾人民的方案和威胁 呼吁大陆停止压迫台湾 恢复与台当局的对话 民进党当局对此表示会持续与美方紧密合作 并表示感谢 请问你对此有何评价 马小光 第一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第二 我们对台基本方针政策是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 但我们绝不容忍台独 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里不存在所谓武力恐吓台湾人民和压迫台湾的问题 美方人员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挑拨两岸人民感情 美方人员对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 伤高两岸敌意的言行视而不见 却不断地发出错误情细 只会进一步破坏两岸和平稳定 第三 民进党当局斜扬自重 广大台湾同胞不答应 两岸人民更不会答应 所以必将自食恶果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